最爱和平的北平 带着他的 由历史的智慧 与心血而建成的 湖山 宫殿 坛舍 自语 宅园 楼阁 与九条彩龙的隐蔽 带着他的荷豹的骨怀 稻垂的翠柳 白玉石的桥梁 与四季的花草 带着他的最清脆的语言 温美的礼貌 诚实的交易 徐桓的脚步 与唱给公平听的歌剧 为什么 为什么 突然的 被飞机与坦克 强奸着他的天空 与百游路 大哥 老三叫了一声 街上的坦克 像几座铁矿 崩炸了似的 发狂地响着 瑞轩的耳朵 跟心 仿佛全都聋了 大哥 啊 瑞轩的头 偏起了一些 用耳朵来找老三的声音 哦 说吧 我得走 大哥 不能在这里做房光 啊 瑞轩的心呢 还跟着坦克的声音 往前走呢 我得走 瑞轩 重复了一句 走 上哪儿啊 坦克的声音 稍微小了一点 上哪儿都成 就是不能在太阳旗下活着 对 瑞轩点了点头 胖脸上起立层 小白疙瘩 不过 也别太忙吧 谁知道事情 准变成什么样呢 万一过几天 和平解决了 岂不是多次一举啊 你还差一年 才能毕业啊 你想 日本人能叼住北平 再撒了嘴吗 除非把花呗的力气圈 给了他 没了花呗 还有北平吗 瑞轩愣了一会儿再说 我是说呀 咱们允许他用经济侵略 他也许能收兵呢 武力侵略 没有经济侵略 那么合算呢 坦克车的声音 已经变成像远处的轻雷了 瑞轩听了听 接着说 我不来你走 只是请你的手等等 要等到走不了的时候 可怎么办呢 瑞轩叹了口气 我永远走不了了 大哥 咱们一块儿走 瑞轩的 浅而惨的笑 又显露在 抑郁的脸上 我怎么走啊 难道叫这一家老小兜啊 太可惜了 你看大哥 数一数 咱们国内像哪这样 受过高等教育 又有些本事的人 可有多少 我没办法呀 老大又叹了口气 只好你去敬重 我来尽孝了 这个时候 李四爷已经力气累了 轻轻的和白巡掌谈着话 白巡掌已有四十多岁了 脸上剃得光光的 看起来还挺精神 他很会说话 遇到住户们打架半嘴 他能一面挖口 一面吓唬 而把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因此呢 小羊卷一带的人呢 都怕他的利口 而敬重他的好心 今天 白巡掌可不十分精神 他深知道自己的责任 是怎样的重大 没有巡警 就没有治安可言 虽然他只是 小羊卷这一带的巡掌 可是他总觉得 整个的北平 也多少是他的 太北平 更自傲 能做北平城内的警官 可是 今天北平被日本人给占了 从此 他就得给日本人维持治安了 论理说 北平既归了外国人 就根本没有什么治安可讲了 但是 他还是穿着那身制服 还是巡掌 他不大明白 这自己是干什么呀 李四爷问 你干怎样啊 巡掌 他们能不能乱杀人呢 白巡掌的语声很低 我简直不敢说实 我仿佛是把仿佛是叫人家给扣在大缸里了 我看不见天地了 我说 咱们的这么多的兵呢 都哪儿去了 有打仗来着 打不过人家 这年儿 打仗不能专凭胆子大 身姿旺了 人家的枪炮厉害 有飞机坦克 咱们的 那咱们说 北平城市丢铁了 那对坦克刚过去 你难道没听着吗 铁了 铁了 李四爷把这个声音放得更低了 这可怎么办 我告诉你巡掌 我恨人们鬼子 巡掌向寺外打了一眼 谁不恨他们呢 哲了 说点正经呢 四大爷 您待会儿到齐家 前家都去告诉你事 小谈把书什么都烧上 日本人恨点书的 家里要是存着三民主义 或者洋文书 就更不了巴的了 我养这棵胡同里头 也就是他们两家有书 您去一趟吗 我不好去 巡掌看了看自己的制服 李四爷点头答应 白巡掌无精打采的 向葫芦腰里走去了 四爷到钱家拍门 没人答应 他知道钱先生有点古怪脾气 又加上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 不便惹人注意 所以呢 等了一会儿 就上齐家来了 齐老人的诚意欢迎 是李四爷的心中痛快了一点 为怕因为齐老人提起尘骨的烂芝麻而忘了正事 他开门见山的说明了来意 齐老人对书记没什么好感 不过这个书记都是钱买来的 烧了 未免可惜 他打算叫孙子们挑选一下 把该烧的卖给打鼓的 李四爷对老邻居的安全是诚心关切着的 他说哎呦 那可不行 这两天不会有打鼓的 就是有 他们也不敢买书 说完了 他把刚才啊 没能叫开钱家门的事情 也告诉了齐老者 齐老者在院中叫瑞全 瑞全啊 瑞全 好孩子 把杨树不什么都烧了吧 都是好贵买来的 不是咱们能留着他惹祸吗 老三对老大说 你看 焚书坑儒 怎么样 老三你说对了 你是得走啊 我既走不开 就认了命 你走 我在这焚书 挂白旗 当万国奴 老大无论如何在 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他落了泪了 齐老者又问了一声 听见没有啊 小三 听见了 马上就动手 瑞全不耐烦的回答了祖父 而后小声的向瑞轩说 大哥 你要这样 叫我怎么走啊 瑞轩用手背 把眼泪一抹 你走你的 老三 他记住 永远记住 你们家的老大 不是个没出息的人 他嗓子眼 噎了几下 不能说下去了 瑞全 把选择和焚烧书记的事情 交给了大哥 他很喜爱书 但是现在他觉得自己 与书的关系 已经是不十分亲密了 他应该放下书 而去拿起枪刀 他爱书 爱家庭 爱学校 爱北平 可是这些 已并不在他心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了 青年的热血 使他的想象在飞驰 他这两天 连做梦都梦到逃亡 他还没有能决定怎么走 和往哪走 可是他这个心似乎已从身中飞出去了 站在屋里或者是院子里 他看见了高山大川 鲜明的军旗 旗壮的景色 鱼血红的天地 他要到那 有鲜血与炮火的地方去跳跃 去争斗 在那里 他应该把太阳旗一脚踢开 而把青天白日旗插上去 迎着风飘大 被压迫百年的中国产生了这批青年 他们要从家庭与社会的压迫中冲出去 成个自由人 他们也要打破民族和国家的镣铐 成个能挺着胸在世界上站着的公民 他们没法有滋味的活下去 除非他们能够创造出新的中国史 他们的心声就是反抗 锐权便是其中的一个 他把中国几千年来 视为最神圣的家庭 只当作一种生活的关系 到国家在互救的时候 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挡得住他 应声而至 他就像个羽毛一成的小鸟 会毫无战炼的离朝飞去 齐老人听说李四爷叫不开钱家的门 很不放心 他知道钱家有很多的书 他打发瑞宣去警告钱先生 可是呢瑞全自高奋勇地去了 已经是掌灯的时候了 门外的两株大槐 极象两只极大的母鸡 张着慈善的黑翅膀 仿佛要把下面的五六户人家都覆盖起来 别的院里都没有灯光 只有三号 小羊卷唯一的安了点灯的一家 冠家 他这个院里灯火辉煌 就像是过年似的 把影碑上的那一部分环印照得绿里透白 瑞全在影碑前停了一会儿 才到一号去叫门 不敢用力地敲门 他轻轻地扣了两下门环 又低声地假装地咳嗽了一两下 为的是双管齐下 好 惹起院底的注意 这样做了好多次 里面才低声地问 谁啊 他听出来了 那是前白白的声音 哇 瑞全 他把嘴放在门缝上 里面很轻很快地开了门 门盾里漆黑 叫瑞全感到有点不安 他一时决定不了是进去还是不进去的好 他只好先讲来意说明 看钱白白往里请他不请 钱白白 咱们的书大概得收啊 今天白巡长嘱咐李四爷告诉咱们呢 进去说 老三 钱先生一边关门一边说着 然后他赶到前面来 我领路吧 这院里太黑 到了屋门口 钱先生叫瑞全等一等 他去点灯 瑞全说不必麻烦 钱先生雨声中带着点凄惨的笑 士本人 还没禁止点灯吧 屋里点上了灯 瑞全才看到自己四周都是长长短短的 黑乎乎的花丛 老三 老三进来吧 钱先生在屋中喊着 瑞全进去 还没坐下 老者就问 怎么了 得收书 瑞全的眼睛向屋中扫视了一圈 这些现装书大概可以不遭绝了吧 日本人恨咱们的读书人 更恨读新书的人 旧书或者还不至于惹祸吧 哦 钱莫银的眼闭了那么一下 可是咱们的士兵有许多是不识字的呀 也用大刀砍日本人的头 对不对啊 瑞全笑了一下 其内者要是肯承认别人也是人 也有人性 会发火 他们就无法侵略了 日本人始终认为咱们都是狗 踢着它打着 都不吭一声的狗 那是个最大的错误 钱先生的胖短的手指伸了一下 请客人坐下 他自己也坐下了 我是向来不问国家大事的人 因我不愿意谈我所不深懂的事情 可是有人来亡我的国 我就不能忍受了 我可以认着本国的人去发号使令 而不能看着别国的人来做我的管理人 他的声音还像平日那么低 可是不像平日那么温柔 愣了一会儿 他把声音放得更低了 你知道吗 我的老二今天回来了 二哥在哪呢 我看看他呀 就走了 钱先生的语声里似乎含着点什么秘密 他说什么来着 他 钱莫吟把声音放得极低 几乎像对着瑞泉耳语 他来跟我告别 他上哪儿了 我上哪儿 他说 他不再回来了 就在将来报户口的时候 不要写上他 他不算我家的人了 钱先生的语声虽低 而眼中发着点平日所没有的光 这点光里含着急切 兴奋 还有点酒 他要跟什么去呢 老先生低声地笑了一阵 我的老二就是个不爱现装书 也不爱洋装书的人 可他就是不服日本人 你明白了吗 瑞泉点了点头 二哥要跟他们看呢 可是这不变声张吗 怎么不变声张呢 钱先生的声音忽然提高了 像个发了怒似的 院里头 钱太太咳嗽了两声 没事 我和琪琪的老三说闲话呢 钱先生向窗外说着 而后把声音又放低了 对瑞泉说 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啊 我 一个横草不动 树草不拿的人 会有这么一个儿子 我害怕什么 我只会在文字中寻尸 我的儿子 一个开汽车的 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 用鲜血去做事 我丢了一个儿子 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 什么时候日本人问到我的头上来 那个杀我们的是你的儿子 我就胸口凑近他们的墙次说 一点不错 我还要告诉他们 我们还有多少多少 像我的儿子的这样的人呢 你们的大队人马来 我们会一个一个的灵霄你们 你们在我们这儿坐的车 住的房 喝的水 吃的饭 都会叫你们中毒 中毒 钱先生一口气说完了 把眼睛闭上 嘴唇轻轻的在缠着 中毒 涨 汱轻轻的 写 咱们 2 3 4 2 2 1